你所有東西 本來 你說有多少儲蓄 有多少投資 有多少資產 幾乎全部清零 擔心出現金融海嘯2.0 你覺得怎樣看呢? 其實這個大家預計到了 現在真的是清瘡 我想很多大行小行都好 外資來計 但是大致上 你無論政治好 經濟好 兩個角度考慮 都是沒有可能做下去的 一定是清瘡的 金融市場大家都很擔心那個氣氛 擔心什麼呢? 擔心出現金融海嘯2.0 你覺得怎樣看呢? 其實這個大家預計到了 地產炒了這麼多年 這幾年都是在還的 不過近幾個月就惡化得比較快的情況 惡化得比較快 我的感覺就是那些大行 其實早前就唱好大陸的嘛 唱好大陸的那個目的 可能現在轉過來就是 裝一些東西去接貨 那你有一天就接貨 那麼大行最後那陣貨都出來了 那現在真的是清瘡了 我想很多大行小行都好 外資來計大致上 你無論政治好 經濟好 兩個角度考慮 都是沒有可能繼續拿下去的 一定是清瘡的了 外資丟掉了 現在就只剩下一些港資啊 中資自己拿著了 那你又是不是什麼2.0 我想到它都是上一方向的了 不過是不是說一模一樣的發展就未必 因為美國就 即是那個樓市爆 接著就拖累 有些銀行倒閉 那接著梁寬很快就搞定 它一樣是樓市爆 那但是就先信託 那些大塊錢的那些欺負了東西 銀行就未出事 其實接著應該到基金的 如果我猜就 因為美國那個層次就是 即是樓市出問題 就拿著它那個樓市那些產品的東西就出事 那就是基金出事 但是美國那個情況就 它的樓價不是真的掉多 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要看回頭那幾年那個樓價只會掉三分之一左右 那不是很多地產商收縮 起碼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它現在就直接那個樓市是 即是你想想大那些全部都好像排隊等死 那變成如果這樣搞法就 整個樓市真的倒閉了 那整個樓市倒閉了 它就牽連那個面是應該是給美國帶的 因為美國不是整個樓市倒閉了 地產商還在那裡 接著就放水等等 那個情況是可以回到來的 雖然都拖得來 多了幾年 但是它現在不是 如果大規模的地產商倒閉的話就搞不好 那現在看到就只是信託 基金都沒有 銀行都沒有 所以那個階段應該都是一個初戒 其實不是去到08那些 因為08你看到美國已經是 這些東西已經爆出來 其實你看一下美國的樓價是06年見頂的 就是06到07下跌 07到08已經跌了兩年 就是它現在的情況就是 樓價都跌了一段時間 但是不是跌了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那個階段沒有燒到真的銀行 或者普遍我們說的那個一般家庭的資產負債表 燒到那裡的話 那一刻才會拿名 那你沙盤推演一下 究竟它的跌序會是怎樣呢 我和美國不同 樓爆完之後就是這個什麼信託 那之後呢 是不是基金啦 因為美國就是那些樓市衍生出來的產品 打了包 變了一些叫做 好像雷曼債券那些東西 就賣通街 那些不是直接是樓市的東西來的 那些是樓市衍生出來的金融產品 都是金融產品來的 所以美國嚴格說它是爆金融產品而已 它不是爆了樓市 樓價是跌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多地產商倒閉啊 然後施工停頓啊 爛了尾那些樓 它不是這樣的 現在大陸不是的 現在大陸是直接是樓市出事 它不是很多衍生產品 就是樓市不是衍生很多產品 但是樓市它集資的過程就是 很多銀行信託或者地方政府直接借錢給它 或者一個樓市發了債 它們直接買了它的債 那你這個是直接的借貸或者直接的發債來的 那它現在的樓市一爆 這些銀行好 信託好 基金好 地方政府好 它拿著那些東西就即時有一個資產減值 就是樓市出事多少 它就減值多少 一件事就沒有那麼複雜 美國那邊因為它衍生工具打了一包 計價又難 那它究竟二千年面有多廣 也都不是太容易知道 但是現在那個樓市直至出事 總之舉凡科個水給它 那些都拿不回來的 那這個數字其實是你論上易計 但是問題很多東西不是在那個牌面那個資產副代表看到 它暗瓦底借你不知道 那還有就那個借貸那個規模應該都很大 就是美國來說應該有些限制 就是不會讓它做到那麼盡的那個槓桿 但是這個槓桿應該都做得很盡 那所以其實第一些東西很直接的傳導去其他領域那裡 第二就是那個槓桿偏大 就是我不知道大美國多少 因為我們都沒有數據 所以那個影響應該就是厲害的那個雷曼 那中庸那邊呢 它有雜資那些差不多是大符號了 甚至乎它要牽連到香港 香港這邊都說過 有些公司都說 差不多有那個數額到9400萬 那如果中庸中席 現在最深的情況呢 它自己的內部都說 還是一些債務重組 趁著一些戰略的投資者 不過前景就沒有辦法 沒有 它還不了的 還不了 浪費 現在你說債務重組是廢話來找東西說的 這個時刻哪個採氣呢 就是不會在這個時候出手 就算你有心出手那些白武士也等你真的跌到趴在那裡 大爆煲 它才到時撿死雞 不會那麼早出手的 你現在一爆就叫出手 通常接稿都是愚蠢的 沒有人理會它 就是可能是假的 如果你說剪旗那些就是不還 根本沒有得還 它拖死拖 拖來也沒有辦法 你現在那個局都還沒算爛得很交關 現在都還不了 那你再爛些的時候怎麼還呢 那你現在暫時都還沒去到貧民那裡 你說去到大富豪那裡 遲些沙盆推移會去到銀行看電影那裡 那假如你說真的沒有人救就救不了 那就是那時候人人都受到兄弟 去到銀行那裡 那你去到那些位子拿不到錢 就是很簡單 如果銀行那個資產 就是可能拿著這些東西 一下子要撥了鼻或者撇了帳 那當然它的會計不在外面那樣那麼透明 那但是就是你那筆數是不見了 譬如說欠你那個是還不到 那你到期就收不到錢了 銀行 那很自然你提款你拿回你的錢就拿不到 這個都不難預計了 就是之前都一直有這樣的情況 它堅強按著拖著 那如果你不是爆得很厲害 你都可以按可以拖了 但是如果你一爆得很厲害的話 就是銀行那個資產減就一定會很嚴重 那你銀行其實是左手來右手去的 你沒有可能說資產那邊突然暴跌 那你突然暴跌的話 你右邊那邊死硬了 就是負債那邊就是 銀行的負債就是客戶的存款 那你九成就拿不回來 如果這樣搞的話 那幫你中庸集資 就是投資那些有份去參與的 那些投資者的前景會是怎麼樣的 現在這個時候 就有錢人現在有沒有一些方法 自救必正沒自救走人 不走可能遲些要對付不了 連渣都沒有 不出奇的 那你有錢人也是在樓市上升 爆升的過程賺回來多少錢 那現在你有權利有義務 你因為這樣而賺的錢 你現在因為爆鋪你便填給它 就是我想共產黨是這樣想的 所以現在閘著不讓它走 就是你現在你很有錢的 那些都是過去一段時間 透過地產那裡拿回來的 那你透過地產 其實都是這幫地產商 都是這幫人的 那你這幫人搞出大頭髮 就是共產黨就叫它自己收拾回 就是他們也收拾不了 因為你的槓桿架搞到那麼大 當中就是在地產升的過程 這十幾二十年 肯定很多都 甲大師傢似搬了錢出去 那你現在你搬了出去 就不會搬回來的 那條數是不夠甜的 如果真的要爆下來的話 所以一定是有一些冤枉的 就是沒有在地產賺過錢的人 要陪葬 這次都很肯定是這麼發展的 那現在呢 就見有一些部分的投資者 就是中夕參股的中庸信 和北京辦公樓外做襲毀 那其實現在又見到大陸的消息 都沒有用 你拿不回來的 就是你現在要是政府出手 人民銀行銀子政府出手 如果不是 它哪有賺錢給你呢? 一命一條 嗯 其實又見到大陸的公安 對那些投資者說 他們家訪 叫你們千萬不要出去抗議 其實現在也都感覺到 現在怕亂的嘛 因為你這樣真的很多人損失很慘 就是如果是地產回來的冤枉錢 那你就冤枉來冤枉去 就是就當做了一場夢 但是有些不是的 就是有些你可能中途才加入 都不是賺了很久的錢 都不是賺了很多錢 或者有些根本都沒有份賺過錢 那現在你這一刻 它這麼巧燒著自己那一盤東西 就是你現在出事的話 有很多相關的資產會減值啊 或者有些樓收不到貨啊 買給了錢下去沒有貨收 那你很多這些原因的人會出來的 我想這些真的會練得很加關的 嗯 那你剛剛又說這些有錢人 其實都涉及到很多公司的 很多公司就一樣 關牌後院的一起賭 現在真是 你講的都是 不奇怪的 不奇怪的 你這次真是沒眼看的 是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如果去到這樣 就是你想一下大陸有多少人 會在過去這幾十年 真的一點都不貪完全不涉足地產 沒有可能啊 很少的 就是你說那些 就是現在那些公司那些企業 有個錢可以搞到企業出來的 那些其實都是 多不少在地產那裡有生意的 你說它有心無意好 就是它有沒有心去參與這個部門 它這次都有份的 就是下來它都要活的 所以這個過程那些 其實很多人在想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在它 在它逼你還債 逼你輸錢之前就走得掉 帶了錢走 很多人都在想這樣 那它現在就閘著你 就不讓你走 那你這個時候 你說叫人進去 叫錢進去當然不理你了 大陸政府可以賃錢的 賃鈔 解不解決得到啊 夠不夠膽走這一步啊 你想想一間大的浮面出來的數字 浮了出來的數字都數以萬億計 一間而已 浮了面而已 有些還沒有浮面的 那你如果一間 你說數以萬億或者雙位數十萬億 就是多少十萬億計 你想想現在多少間 其實每間都這樣玩 每間都這樣做 因為現在排著等死的不是一間啊 你差不多 你那個排名榜 頭那些全部都糟糕了 就是你想想 頭那兩間都點了名 頭那幾間都點了名 是差不多死硬的 那你跟著下去 你都想到了 不方好 那你把這條數加起來 那裡很可怕 就是你 不知道多少十萬億 有沒有上百萬億 我不知道 就是你這個 你自己 你自己試一下十萬億 你自己一後二要幾到零 你試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不是填得定 不是引人之引得定的數字 嗯 就是講到最後 就是什麼都搞不定 什麼方法 就是這個石墨寧 就是 沒得搞了 去這裏怎麼搞呢 沒得搞會怎樣呢 那可以講下一個問題 大陸的經濟 它會撐多久 很簡單 你沒得搞的話 最終 最終是還不了錢的 最終絕大部分 現在欠人錢的那些都要撇獎 都要賴賬 那你如果絕大部分欠人錢要賴賬的話 那就是 借了人錢的那個就不還了 現在盤便宜了 那借給它那個就是收不到 那借給它那個本身的錢是 就是要是財富來 那這個財富便蒸發了 成本身家就沒有了 如果你不是借給它的 你是可能 就是又是借回來 然後借給它的 就是好像銀行那些這樣 那它又死了 因為 因為 因為地產那間出事 那你借給它的那個錢 不是自己的 都是不知道哪裡回來 那你也都 你那間 受牽連那間公司 它也都欠人錢 它也都還不了 就是多一間一起陪葬 那如是借一個連縮效應 就是說如果第三間 C 又是跟B 這樣的關係 那些錢不是自己借回來 那C都死了 如是借這樣的骨牌 你就會有很多間出問題 不只是地產商 撿了那麼簡單 那所以 現在你牽連多少 都不知道 因為它當中那些這樣的借貸 都糟糕了 是吧 有很多不是 就是 那張資產負貸給它看到的 你現在看到都是上市公司 很多不上市的公司 那些公司 所以這樣搞法 其實是 你都想到 都全部 如果全部 債是不還的 那你全部那些都 一不搞笑就蒸發了 那你變成全部的財富都沒有了 那你所有東西 本來 你說有多少儲蓄 有多少投資 有多少資產 有多少資產 幾乎全部清零 到最後差不多 全部都中了 保險公司都不行了 你這麼說 不出奇 你保險公司 有沒有做過地產生意 有沒有接過那些地產的客人 除非你開檔的時候 你說明地產不做 你也沒有可能 你也有些客人 根本不是直接消息地產 也都在這次的 就是 爆煲裡面受牽連 那你一樣出事 所以 就是 舉凡你涉及錢銀的公司 其實都很容易出事 都很大機會有問題 差再輸多少 如果你本身不是 不是一家這樣的公司 你是種福田的 收割 接著有飯吃的 那這樣就不受影響了 就是你完全不受 錢的影響 有太陽有水 你就種到東西 種到東西就吃了 其實你要真的 完全不知道錢 有多少行業 這樣好笑的 那博士 這一波大陸因素這麼多的 金融分離 拖累香港 香港不是都一樣是再見藍土 他都還沒開始拖累的 他都蓋得很狠 蓋到現在才那些東西 蓋不住爆出來 但是 但是又是那句 你現在還沒看到一回事 雖起上來都可以很快 就是 由他一直死撐 撐到現在 突然間那些東西 骨牌式的直落 都不是很久的事 你3月那時候有板體 美國那些銀行 如果突然間一撐的時候 真的說一撐就撐到很快去 那現在一樣 我想 你有很多 你沒有想過匪夷所思 那些很大的上市的公司 甚至銀行 就是地產商等等 它可以一夜間告訴你 有問題 接著很快就關門 就是還不到債 你還不到債 你完全沒有信譽的 你在市場上 所有東西 不會price的 你的債跡差不多跌到零 你現在出市那兩家 那些債價差不多跌到零 那個股價都很快會跌到差不多零 就是跌得上來慢一點 但是都可能變成蚊股 蠔子股 或者鮮股很快的 10 to zero 那如果你很多企業 都很害怕 我想香港就 香港就 數來很多人都知道大陸的東西 多不少都有一些防火牆隔一隔的 你說香港是不是很多人 豬兜到整副身家睡下去 其實不會 那些藍到不肯 紅到不肯 那些都是把口去拆 實際上那些錢都不會跌下去 所以正正因為太支那些東西 損失就比較少 還有有個防火牆隔著 因為始終你香港的錢走得出去 還現在還是 那你過一段時間 你很多 就是外面大把投資機會 你怎麼會走去放在裡面 你不放在裡面 不放就沒有輸 但是當然了 你香港現在有好一個比例的經濟 就是它的企業來的 中資來的 那如果你中資那些 就是如果沒有公司 大陸有事 那香港子公司 或者分行 都會打野 這個都是時間問題 那你蓋了多久 或者它去到某個位 它會間一間開 就是死就死 某個省某個市 或者某一些領域 那就盡量減少一個蔓延 這些想法都是美國那時候用過的 就是把銀行拆開 Bat Bank Good Bank 然後把垃圾資產掃在一邊 那樣 整整一下它都會做 但是因為你太多垃圾資產的關係 你掃在那些東西都很大 就是可能垃圾多個好東西 就是剩下要的很少 就是可能會去到這樣的地步 是嗎 對 Brent